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来关注的是以哈战争持续 而现在对于海上运输带来巨大的冲击 中东的海上运输遭到反以色列的夜门反叛军攻击 英国的石油巨博BP宣布暂停行红海的船运 国际油价马上涨了 另外全球有7家海运龙头 包括我们台湾的长荣货运在内 也决定要避开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海上路线 他们会绕路到亚洲的目的地 绕远路之后全球的物价就势必会被牵动 这是以哈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成本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以色列 他表明已经有9个国家和美国合作 要共同维护红海安全 以哈冲突效应正在扩散 全球油价和物价恐怕又有一波涨势 中东海上运输要到红海 如今被商船和邮轮视为未途 英国石油巨拨BP宣布暂停红海船运 布兰特原油18号应声上涨 涨幅超过1.5% 欧洲和英国的天然气价格也盘高 NVP是一位公司 说他们不再转移 所以你能看到所有价格的影响 Brenk Crude上涨了3% 这是一个很大反应 叶曼反叛组织青年运动 不满以色列持续轰炸加萨 因此以无人机和炮弹 袭击航行在红海 要前往以色列的船只 包括台湾长龙航运在内 全球已经有7家货运龙头决定 避开苏伊士运河到红海的路线 绕远路前往亚洲目的地 这势必会再次牵动全球物价 周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访问以色列 他表示红海安全是国际问题 全球至少有9个国家 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国在内 加入美国行列 共同维护红海航行安全 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停火的力道越来越强 法国、英国和德国都公开呼吁 进行持续性的停火 奥斯丁此行的目的 也是敦促以色列降低攻击加萨的强度和范围 进入精准袭击的战略要务阶段 以色列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 将改变以军的作战策略 以色列持续轰炸加萨南部地区 而且还针对医院攻击 一名13岁的少女几天前被炸断腿送进医院治疗 这一次她没逃过死结 又被以色列炮弹击中身亡 民众绝望的怒吼 为什么不给他们一条生路 哈马斯的发言人也指控 以色列想消灭巴勒斯坦人 并称美国是帮凶 以色列国内也出现反弹声浪 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职家属 要求总理纳坦雅呼 立刻停止攻击 与哈马斯进行人职谈判 数千民众走上台拉维夫街头声援 他们说不谈判就不会离开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在华沙与以色列和卡达官员会面 商讨重启交换人职协商 哈马斯继上一次停火换球后 再度公布了三名年长人职求救的影像 以色列认为这是哈马斯在谈判前 逼迫以色列让步的心理战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